解读BC省中学教育体系 欢迎了解BC省中学教育体系 在这里,我们为英语语言学习 ELL的学生和家长解答10个最常见的问题 问题1 如果我的孩子所属区域的学校已经满额 那么我的孩子去哪里读书呢? 一般来说,学生是就近入学 在美学年6月30号结束前 确定他入读所属区域下一年的学校 学生也有可能被分配在他所属区域外的学校 有可能是因为区域内学校没有名额 没有课程可以选择或没有资源 请家长注意 在BC省,班里学生的人数是有规定的 如果学生所属区域的学校没有位置 教育局会尽量将学生分配在相对比较近的学校 一般来说,中学生等到下一个学年 就可以回到所属区域的学校 但是小学生只要所属学校有位置 就可以随时回到本校 问题2 如果我的孩子就读较好的学校 会得到更好的教育及提高他进大学的机会吗? 家长需要知道 在温哥华校区内 没有哪一间学校比其他的学校更好 我们没有排名之说 所有公校都遵循BC省教育厅制定的教学大纲 所有的教师都是经过专门的教师培训 拿到执教证书的 并能教多种科目 在其他国家 可能排名高的学校的教师会更好一点 收入可能会更高些 而温哥华校区的公校教师都是接受同样的培训 获取同样的薪金的 其他国家的高校 或许录取排名比较高的中学的学生率会高一些 但是在北美的大专院校 录取时更加注重这位学生拿的什么课程 得到的什么分数 和他的业余活动及获取的成就 录取时不会考虑他读的是哪一间中学 问题三 我的孩子怎样才可以中学毕业 中学毕业证书是要在中学的10、11和12年级3年中 得到80个学分才可以拿到中学毕业证书 这三年的课程叫毕业课程 中学的8年级和9年级的课程是不计入学分的 大部分的课程每一门课是4个学分 也有一些课程只得2个学分 只有10、11、12年级课程的学分才计算到毕业学分里 80个学分中 52个学分是必修课 而28个学分是选修课 及格分数是50分 满分是100分 只要能及格 学生就能拿到学分 有的科目是4个学分 有的是2个学分 先看看毕业课 具体如下 英语10年级、11年级和12年级 3个年级共12个学分 社会学10年级4个学分 11年级或12年级4个学分 共8个学分 科学10年级4个学分 11年级或12年级4个学分 共8个学分 数学10年级4个学分 11年级或12年级4个学分 共8个学分 体育10年级4个学分 所有学生必须在10和12年级之间完成美术或应用技术4个学分 两门生涯规划课程共8个学分 以上都是必修课 共52个学分 请大家注意 有关数学、科学、社会科学、语文、美术和应用技术等课程 都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内容 学生在选择必修课时 要和年级的教导员去探讨选什么课更适合自己 下面看看选修课 学生们只需7门课28个学分的选修课 满足选修课的学分要求 选修课有很多选择 包括木工、金属、乐队、烹饪、美术和艺术类等等 很多学生实际上会得到超额的学分 超过52个必修课的任何课程都可以算作选修课 比如生物、物理、维积分、文学和历史 同学们想要进入主要的加拿大大学 只修满高中毕业要求的最基本学分要求是远远不够的 学生要跟年级教导员讨论 来选择更适合的选修课 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80个毕业要求学分中 一定要有至少16个12年级的学分 其中必须包括12年级语文和其他三门12年级的课程 很多英语语言学习 ELL的学生能得到一些额外的学分 比如来自中国的学生 在来加拿大之前 如果完成了初中三年的学业 会在此得到中文10、11或12三个学科的 共12个选修课的学分 此例也适合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 从其他地区移过来的高中学生 如果学过一些课程很类似这里的课程 也会得到相应的转学分 问题四 要是我的孩子能早点离开E2L班 修读更多常规课程 他可以早点毕业吗? 答案是不可以的 过早跳出英语语言学习课程 不会加速毕业过程 因为语言不过关 即使不上语言课 而上如美术、音乐、电脑或科学等课 也只会增加选修课的学分 如问题二所述 选修课最多是28个学分 对于英语语言学习的学生来说 必修课的学分才是毕业最需要的 在被允许上必修课之前 英语语言学习的学生 必须证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英语 英语语言课是学好任何课程的基础 也是学生高中后继续学习并能成功的关键 问题五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上英语过渡班 或常规英语课 英语学习ELL的学生 要达到对英语语言的充分的理解后 老师才能够推荐他转入到过渡班 或常规的英语班上课 但最重要的是 ELL的学生需要在阅读和写作上 达到能够跟上常规班学生的程度 能够跟上正常的教学大纲 并且参与课堂上的各种教学活动 如果一个ELL的学生 在常规的英语班级不能理解课程的内容 也不能参与课堂上的各种教学活动 会影响常规班教学的正常运行 问题六 如果我的孩子已满18岁 仍然在上ELL课程 他还能中学毕业吗? 当然可以 如果年满18岁的学生还没有能够学满中学毕业的学分 可以进入到温哥华教育局所属的成人教育中心 继续完成中学的学分并拿到毕业证书 温哥华教育局的成人教育中心 能够提供所有中学带学分的课程和一些选修的课程 他等同中学 免费给学生提供毕业所需要的课程 问题七 成人教育中心和普通中学课程有什么共同点和差别? 共同点是 大专院校录取学生时 对待成人教育中心和普通中学是等同的 每个带学分的课程所用课时 在两种学校是同等的 毕业要求的学分 在成人教育中心和普通中学是一样的 拿到的毕业证书也是一样的 他们的不同点是 成人教育中心只提供10到12年级的课程 而普通中学提供8到12年级的课程 成人教育中心只需要9个星期 就可以完成一门带学分的课程 普通中学是需要10个月的 成人教育中心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18到22岁之间的年龄 而普通中学是12到18岁的年龄 大专院校会录取即将毕业的中学生和已经毕业的中学生 从2019年6月开始 BC省已经取消了审考 但是所有的中学毕业生 在毕业之前都要参加一个省级的语文和数学评估考试 这个成绩不能取代任何一门课程的成绩 但是会被记录在它的大学入学需要的成绩单上 大学录取时可能会参考这一项成绩 大学录取学生时要看学生相关科目的成绩 多数加拿大大学要看学生相关专业所需要的4到6门12年级课程的成绩 其中必须包括语文12年级的成绩 有些大学会参考学生的其他课程的成绩 比如像商科、工科和文科也会参考其他课程的成绩 类似于其他国家 在加拿大学生高中毕业后即可以申请大学 和其他国家申请进入大学不同的是 在加拿大进入大学没有年龄的限制 不是只有高中应届毕业生才能申请上大学 无论你是20岁、40岁或60岁 甚至更高的年龄也是可以的 如果高中毕业生在毕业当年没有被大学录取 他仍然可以在之后的时间重新申请 更重要的是 进入大学和大学毕业是两件不同的事 对于英语语言学习、ELL的学生 大学会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挑战 因为大多数加拿大的大学都需要学生有很强英语基础 这样学生才能够学业成功并毕业 比如说一些数理化很强的学生 他们大一的语文课程没有通过 大学一般允许他们进入大二 但是如果大二时他们语文还是没有通过的话 他们就不能进入大三 所以说英语语言学习、ELL的学生 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强的英语基础 才能够在大专院校里面学业成功 请中学的学生和家长注意 学生不是为了进入大学 而是怎么能够让他们顺利地大学毕业 对有些学生来说 高中毕业立刻进入大学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 加拿大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很高 很多加拿大的大学录取学生时 都需要学生们有平均A或者B的成绩 所以不少高中毕业生 尽管他们的成绩比较好 还是不能够被他们理想的大学或专业录取 但这不意味他们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学上了 普通中学和成人教育中心的毕业生 也可以申请专上教育 拿到一年或两年的专业证书 拿到这些毕业证书 能有很广泛的就业机会 很多专上学院也提供很多 可以转入正规大学的专业 所以说很多学生是在专上学院 上完一到两年之后转入大学 从大学毕业的 也有很多学生选择在专上学院 额外学一个第三年第四年的课程 这样他们可以多拿一个大专证书 将来他们会有更广泛的就业可能性 学生和家长们应该了解 很多专上学院也提供四年的大学学位 这些专业等同于正规大学 所以普通中学和成人教育中心的毕业生 是有很多选择的 任何年过19岁的人 任何时候都可以上大学或大专 以便学习新的技能 提高就业机会 问题10 我可以怎样帮助孩子学业成功 首先 学生们必须要和至少一位家长 或法律认可的监护人居住在一起 才能享受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 新来的学生 如果没有至少一位家长 或法律认可的监护人在身边的 需要付国际生的费用 其次 学业成功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要做家庭学习 不只是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学生每天都应该有一个时间表 要复习当日学过的课程 预习下面即将学的课程 同时要大量阅读 写作 还有增加语言交流和社交技巧 课语活动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参加学校的课外俱乐部 开发音乐 体育的技能 并参与社区的义工活动 劳逸结合 把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的技巧结合起来 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打造有利的基础 最后一点 英语语言学习 ELL的学生和家长 随时都可以联络学校的辅导员 老师 多元文化工作者 和移民安顿工作者 来获取信息和指导 我们希望以上的视频 可以使家长和即将入学的子女 更好地了解学校的体系 家长还可以登录 www.vsb.bc.ca 去找更多的视频和信息 1300 起碼